今年7月1号开始机车考照新制上路 而以往比试的题库只有600多题 而今年增加到1600题难度也增加不少 而万里下乡入考中就有民众发现 许多题型重复甚至题目一模一样 也让报考的民众超傻眼 为了让偏远地区的民众能够就近的考取机车驾照 今天上午公路总局基隆监理站 也特别在万里野野国小举办一场下乡机车考照比试入考 而现场报名的人数超过上百人 许多居民都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 不用周车劳顿 不过监理站表示 今年7月1号开始对于机车考照的部分有新制上路 一网比试题库只有600多题的题目 今年增加到1600多题难度也是增加了不少 那我们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 机车比试的题库有将近增加了1000题 那目前的话有1606题 可能就是说应考人的话要提早来做一个准备 我觉得还好 可是类似题目很多 所以会有时候数字的东西会搞混 对啊题目而且重复性蛮高 这一次比试题目增加 但是民众却发现有许多题型有重复 甚至有题目一模一样 也让报考的民众超傻眼 虽然新制上路 但在路考的部分在民众心中最困难的还是直线7秒 不少人都在第一关就重新来过 而在最难的部分就是要维持稳定 起满7秒考生都是练习了很久才来挑战 直线跟弯道吧 直线 还有弯道 弯道的 对 这是第一次考 第二次 第二次 之前是在什么地方失败的 就直线太紧张 第二次 第二次哦 那去哪个地方 每个部分最难 直线7秒吧 直线7秒 有练习吗 有有有 回去有经常练习 有练习 明年会增加四个科目 第一个科目的话就是机车的两段式的左转 第二个目的话就是说行进间变换车道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直角转弯 第四个的话就是停车再开 建理站表示目前改变的就只有比试的部分 而在今天的下乡服务 更吸引许多人来报考 不过在明年 公路总局还演你 机车考照要增加 两段式左转 直角转弯 变换车道等项目 而届时又有可能会爆出一波 抢先考照的人潮 记得时段一万里采访报道